5月26日,由北京电影学院标演学院院长张辉教授担任总监制的穿越、古装、动作网络电影《终极杀戮》开机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导演子军、邪朱雁赵铁刚、纪宇浩、陈南飞、林轩、赵玉彤等人亮相活动。 该片讲述了一段历史中的江湖恩仇。 通过身世离奇的美丽女主角宋飞与两个同夫异母的帅气男主角之间情感纠葛及生死搏杀。 鞭榻私欲极度膨胀后的银邪奸恶,弘扬大义大爱之下的阳光与美好,并警示人们和谐纷争告别杀戮。 我们只是想说主题思想上我们拍这个东西,这个故事想说的是担当、责任、承诺和手信。 面对现在相对比较分杂的这个社会呢,我们用这八个字来告诉年轻人、男人、女人、不管是谁都有一份社会责任。 然后都应该非常非常有担当地面对这一切,就是这样。 发布会上该片主演身着古装亮相,舞台上高手云集,但其中最受关注的焦点当属该片制片人女一号李志学。 身为舞台上唯一一位女主演,李志学此次在剧中独挑大绝,而为了实验好宋飞这一角色,她还专门学习了武术动作。 嗯,这是第一次拍,之前拍的都时装。 有,现在每天都有在跟舞行那边在学习,然后希望能呈现给大家更好的一个完美的人物形象。 《扑六娱乐》北京报道。 快发布啊! 鲜河结架 EMB